黑糯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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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們今天要介紹一下 做什麼叫做 椰子黑糯米 首先,我們要材料 黑糯米 買回來的時候是這樣的 在超市或買米店 我們要怎樣處理呢 就要洗乾淨和浸 你可以浸一晚 或者浸四、五個小時 都可以 把黑糯米收好 因為時間關頭已經浸好了 浸完之後 黑糯米是這樣的 要加多少度呢 我這裡浸多了 你們用這個碗 這個碗 這麼大大小 半碗 就夠了 我這裡浸了一碗 半碗就夠了 這碗碗就夠了 很濃稠的 第二個材料 當然是不少得椰漿 這次我就用了這隻椰漿 最後呢 就要糖 我這次選擇是冰糖 試試它弄得難 好了 不少得水 接著到三水 就可以了 因為這部機 可以煮滾 我先裝著500毫升 待會不夠 再加進去 好了 現在要我們的小廚臣幫忙做些事 動飯開制 還要介紹一下我們的好助手 豆漿機 一個很簡單的豆漿機 可以煮出很美味的黑豆奶 你幫我把這個倒一半 這個米先 用這個刮一半進來 太多會很濃稠的 我幫你拿著 你這樣刮下來 有些水不撻 不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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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剩下的 明天再打 有明天再打 有明天再打 好 接著就放了 這個米 麻煩 幫我倒一下 小心點倒 不要倒到整台 倒到多少 全部倒了 倒了嗎 OK 好 現在倒了黑豆豉味 好 好 好 把這些放在這邊 現在倒在� 然後加上這個 放在這裡 就行 這樣倒 我看得到 ok 搞定 然後呢 好 把這個椅塞進去 這個 這個是對着這邊 應該是對著搁 可以這麼吸得不上 再把麵和糖扔掉 把麵和糖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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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了 扔掉 扔掉 扔掉到老豆漿 老豆漿 我們現在深情一點看看 老豆漿 繼續 再多一遍 開始 開機 要煮60分鐘 60分鐘後再回來看看 它煮得如何 拜拜 夠鐘 一小時過去 看看現在煮得如何 它會自己停的 拿開 很漂亮 很漂亮 紫色 我們先把裡面的東西滴出來 咦 我的小助手不同了 剛才明明是個女生 哇 打得很漂亮 不要這樣做 看看它的黏稠度 剛剛好 好 現在你幫我拔一碗 拔一碗 拔一碗 真的很熱 很香 隔著屏幕你們嗅不到 你嗅到什麼味 我嗅到水蒸氣 我嗅到水蒸氣 我嗅到椰漿 我嗅到椰漿 你嗅到很香的水蒸氣 好熱 我要停一停 OK OK 真的 O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